通常清理垃圾,那些垃圾一定是有出現的 不過出現的時候,那個方式未必是以前的方式 譬如你被人傷害了,你未必想起那個人 不過總是覺得自己很受傷,很不開心,很委屈 因為遺留下來的是一個情緒的記憶 有時未必是事件的記憶,有時會記得那個人傷害我們 有時只是那種情緒遺留 我們怎樣處理呢? 譬如說,仍然覺得受傷害,我們一樣用回 就是,神看著我的,我生命是寶貴的 我又親認神得利,又我就清理垃圾 我不用給他影響,這樣一天一天處理 人越來越輕鬆 如果有一個人想起那個事件,他真的傷害我 我就說,這個人傷害我,但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因為他都是軟弱,他都是被人傷害,我就處理了 如果那個問題根本從來都沒有再出現過 譬如說,你被人傷害了,但你根本都 後來都沒有事了,完全沒有事了 那你又沒有任何影響,那就不用處理 但是,你如果覺得自己總是有些缺乏安全感 總是容易受傷害,那即是有些事情未處理 即是由我們那些不健康的心態去處理 有不健康的心態的時候就處理了 那如果要多一個人呢? 如果一個人,他遺留下來的情緒實在很複雜 其實呢,我們所有的事情都有多過情緒的反應 譬如被人罵,我可以生氣自己 哎呀,那麼差勁,做所有事情被人罵 我們可以生氣他,我們可以受傷害,我們可以自卑 覺得失望,死了,人生都是很慘的,經常都被人傷害 即是可能很多很多的,那我們就留意哪一種是 比較主要影響我們那一種,我們就選擇性去處理那一種 那有些基本上要處理的,很重要的一種就是自我形象 因為如果我們覺得自己沒有用呢? 那就肯定什麼處理都是沒有用的了 即是覺得自己是垃圾 但是我們就一定是用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是被簡宣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屬臣的子民 聖經的角度,我們很寶貴的,神有紀念計劃的 那我就總是相信,同時就要建立能力 建立和人相處的能力 因為如果不懂得和人相處呢 是不會有健康自我形象的 建立處事的能力 建立處理逆境的能力 那你有進步的,我進步的 我是有價值的,有重要性 我是有意義的,我人生是有意義的 那你有這個基礎 那譬如本身已經覺得自己沒有什麼意義的 那是真的需要處理的 那然後呢,哪一樣出現了 出現到的,那我們就處理那樣了 那另一個情況就是夢境出現 那夢境出現呢,有時夢境出現小問題 譬如有時,有些發夢呢 就是又要做些又要處理一些事情 那樣,譬如有一個夢,我也有時會出現的 就是,就在外國的,搭車 我就想,搭哪個車呢,搭哪個車呢 就是這些夢境,這些不是很大的 不是很... 不是很懼怕,不是很恐怖的夢 但如果那些夢是很害怕 很恐怖 很失控 那些就要處理了 找回那個來源在哪裏 就是,那個來源 可能就是裡面有些傷害 那些未處理好 那些就需要處理了 就是,如果是... 就是,我們夢境呢 很少說,你好像在天堂那樣 很快樂個神師 就是,很少是這樣 多數都是,面對一些生活的問題 那些問題都是小問題來的 就是,一些小的問題 那,譬如有些人,他會發夢呢 是,考試整天都是 就是,忘記了考試啊 忘記了做功課啊 忘記了做功課啊 就是,我認識了有人來講 我幾十歲啊 都不用讀書啊 但他都經常怕那些 那他這個就是那個責任感 入了他的深層 那他就每天說服自己 其實呢,我已經不用考試了 那我現在又努力做著工作 我又盡責任 所以其實我都做好了責任 我就不用覺得自己好像很失敗 那樣,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就是用這些觀念處理 也都清理垃圾了 譬如有些人可能說 你都不顧家的 你都不做什麼的 那他就有種這樣的心態 有一種被控訴的心態 那由親近神 盡量整天都在那裡愛慕神 有神的同在,有喜樂 這樣人就會平安慶省 剛剛有個問題 就關於恐懼的靈 我想說呢 聖經是沒有證據顯示 而恐懼一定有邪靈 所以有些人就很喜歡說 憂傷的靈 憂傷的靈使骨敷乾 喜樂的心乃是良弱 這個對比一下 喜樂的心 是人的心 憂傷的靈 是人的靈 但有些人就憂傷的靈 你有憂傷的邪靈 有些人就會這樣想 恐懼的邪靈 好像將它應用了 你有恐懼,你有憂傷 你有憂傷的邪靈 恐懼的邪靈 首先我會說 不是一定那些情緒是有邪靈 有時可以有 有些人真的被邪靈控制 經常都害怕可以有 不過不是每一個人害怕 都是有邪靈的 恐懼呢 就需要建立幾樣東西 第一建立自我形象 第二建立神是全能的 神已經給我們全並展立 神和蝶子有聖的仇 一切的能力 斷滅有甚麽能害我們 我們是得性的 是很得性的 那些人恐嚇我們 其實他的權勢不大 我不用那麼害怕他的 神一定會祝福我的生命 我聽話就可以了 神就祝福了 這樣就親近神 這幾樣的思想 加上親近神去處理 如果有些人想到實際上有些問題 那些也需要處理 譬如有些實際有些害怕的事情 有些人很害怕某些事情 譬如有些人很害怕面對人 那可能怕面對人 為什麼怕說錯話 怕人家小看自己 怕自己不及人 那這些都可以處理 就是思想上處理 有些人曾經說他沒有用 那他這些都可以處理 其實有人說我沒有用 不是代表我沒有用的 但我們都建立自己的能力 就是每個人都建立自己的能力 如果一個人經常做什麽都是失敗 他不會有自我形象的 那我就不用怕別人控制我了 而我親近神得力 那這個是日復一日 每天都享受神 神歡迎我的 我喜樂的 那人就會喜樂 那是神經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